嘿 哈喽大家好 先来个没讲经猜 你们猜一下这台宝骏的云朵 它的尺寸到底有多大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见过这台车了 但是你可能猜不到 给几个选项 A 跟老的Smart差不多 很小的 B 大一点 跟mini差不多 C 再大一点 就像新的电动Smart那么大 D 更大一点 以上都不是 你猜到了吗 其实是低 真的这台车很大 我昨天出去吃饭 停在一台Balmer X1旁边 发现它比X1还要再快一点 这台车1米85 BX1还快一点 是不是很夸张 那今天其实我不打算做云朵的车评 因为之前娟子已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车评 那我今天简简单单 我想告诉大家几个 我开了这台车一天之后 我最喜欢它的几个点 还有我最不喜欢它的几个点 第一点是因为它好看 你看这台车它的比例 还有它的尺寸 其实很像一台缩小的MPV 按道理来说是不好看的 可是宝震的设计师呢 就真的把它搞得很可爱 很cute 谁觉得不好看的在弹幕上面告诉我 我保证有人会打死你的 那么可爱的车一般会有很多颜色了 但现在只有三种颜色 不过你放心 宝震马上会在9月底呢 推出四个新的颜色 所以这台云朵呢 很快就有七色 七色云朵给大家选择了 第二点呢 我最喜欢它的人车护胶的界面 那这台车它也是没有物理按键的 你看这里空撩撩的什么都没有的 可是呢 宝震的工程师把一次最常用的功能 给集成在方向盘物理按键上面了 左边这个组合按键呢 你可以用来调整很方便的 按一下长按一下 就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 平时的时候呢 直接按它就是空调的风量跟温度 开上路之后呢 打开辅度驾驶之后 就是辅度驾驶的控制按键了 另外呢 中间这个车机 它的UI也好啊 它的使用的逻辑也好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做的挺好的 它有一个分屏的功能 你可以同时显示音乐跟地图导航 所以这个界面真的做的很棒 第三个是空间 云朵不单 物理空间很大 而且它有很多小小的储物格 放东西的地方 藏东西的地方 除了这些袋子之外 还有些你想不到的 比如说这个座椅的下面 是全空的 你在下面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你看这个轻轻松松 还有后面去看一下 这个尾箱已经很大了是不是 还有副一层 刚才我在看这个副一层的时候 都有个靓女走过来看到就问我 说如果我这里用来放私房钱 可以放多少 这真的奥塞套了 大家觉得呢 如果这里放100块可以放多少钱 好了然后说我不喜欢云朵的几个点呢 第一个大家应该也听到了这台车很吵 包括外面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大货车旁边走过 你听一下旁边那个大货车的声音 就直接传过来了 然后它的底盘呢 基本上也是没有隔音的 第二个呢就是云朵的座椅了 这个座椅很漂亮啊 我是很喜欢它漂亮的 但是我不喜欢是它不通风 这个座椅在夏天你开车开时间长了是很痛苦的 像我现在的裤子下面呢 其实已经是湿了 当然像我这种大男人无所谓啊 让你想想那些优雅的女士你如果开这个车开一个小时 下车被人看到你裤子撕了 那就多尴尬 就是我觉得云朵有一点点安全隐患在副驾这个地方 这里大家肯定啦 一看到这里就肯定想把你们那些盲盒公仔什么的 都一个个个排在这里就全放在这里 是不是这里还可以放饮料 可是云朵的副驾气囊是在前面这个地方的 那所以前面这里放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气囊的 正常工作 现在大家可以买到的云朵呢一共有两个续航版本 四个配置那我会推荐大家买360 Pro版也就是短续航的高配车型 这个高配车型呢我估计它的续航真实续航啊在市区里面开应该是300公里左右 为什么要估计呢是因为昨天虽然我开了一天但是我发现它这个能耗显示呢其实不是太 也不能说不准它是准的啊比如说在市区里面稍微拥堵的情况下 它大概12度电13度电左右每百公里那顺畅的状况呢就大概1112度电每百公里左右 可是呢它的能耗显示是不包含停车吹空调的能耗的那 那所以实际上你用下来呢那七除八扣就大概可能两百八到三百之间吧充满电 那在平常日常在市区里面用是够了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高配版本不选择便宜8000块的低配版本呢 是因为入门的那个版本真的太入门了 你看那个没有中间的大屏幕没有前面两个电条的座椅 然后座椅的这个材料也从现在这个很漂亮的PU换成了织物 还有一点你们肯定受不了的就是入门版本竟然没有带灯的化妆镜 女士怎么用啊所以推荐大家买这个360 Pro版本 那为什么不推荐460的长续昂版本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买460的话那就意味着你选择这台车是作为家庭唯一的用车的 你要考虑到他去跑长途的啊跑去更多地方的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应该考虑这台零C版